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大家好我是古金 這次我們要跟大家介紹這款 擁有復古式畫風的策略手遊 玩家可以從 位屬無三種勢力選擇一種交入 我們可以一邊蓋房子 培育武將一邊按同勢力的 玩家一起合作工程 沒錯 挖昌古是以勢力來工程的 玩家不用自己一個人達成 可以跟同勢力的玩家一起合作工程 一起拿獎勵 挖昌古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他採用走位塗鴉的畫風 來呈現武將的樣子 所以我們武將的圖案 就很像我們之前在玩 三國階級或者是三國寺的風格 很懷念 這種復古式的蛋 好接著我們來跟大家 介紹一下要怎麼蓋房子 怎麼建設我們的封地 就是當我們創造進場之後 我們可以點選右下方的這個封地 蓋房子 進去裡面我們就是把這個光底 還有酒館 還有兵營 或者是一些資源建築 我們就給它升級一下 提高我們的基本資源還有小兵量 這樣我們才有工程掠地的本錢 光底是整個封地的核心 影響著我們的爵位階級 建築等級還有最重要的武將等級上線 光底要升上去 我們的爵位建築武將才能升級 所以這個建築人升級 我們就趕快把它升上去 這樣我們的武將等級才會越來越高 接著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個酒館 酒館是我們抽武將的地方 你可以用銀幣或者是青梅酒 或者是元寶來抽卡 你可以抽到這些武將的碎片 然後累積吃個碎片 就可以把它招募成一個武將出來 當我們的酒館等級越來越高的時候 它的這個免費抽卡次數 也就是用銀幣抽卡的這個部分 它的次數越來越多 所以大家這個酒館能升級 就趕快把它升級起來 這樣我們每天的免費抽卡 大家可以抽的比較多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遊戲裡面最重要的兵營 兵營有四種 公兵、護兵、騎兵還有方式營 這四種兵營一定要給它撐好撐滿 這樣我們的小兵數量才會多 才有本錢去打別人 那撐滿之後你記得啊 你要來訓練小兵 訓練小兵我們才有兵 我們可以直接到兵營裡面訓練小兵 另外也可以透過右上角這個按鈕 按下去也可以來訓練我們的小兵 快速有爆兵出來 升兵升兵 另外各位玩家也不要忘記 我們最左邊這邊還有一招小船 這邊就是可以讓我們領取在線好禮的地方 我們只要點下去就有東西可以拿 對大家不要忘記來這邊領 玩一玩就來這邊尋一下 可以拿你就把它拿走 這樣我們的資源才會越來越多 好接下來我們來介紹武將的部分 有了糧食還有小兵 接著就是要有好的武將囉 三國的武將非常多 入手的管道當然也有很多種 我們可以直接從剛剛介紹的酒館裡面去抽武將 也可以到商店裡面去購買武將的碎片 來招募我們的武將 另外也可以在大地體外邊尋找一些武將進行拜訪 或者是英雄試煉 服將試煉 挑戰武將來獲得武將碎片 只要累積10個武將碎片 就可以招募武將囉 我們可以在武將信息這邊看到武將的屬性 或者是技能 或者是寶物 或者是宿命等等的 在屬性這邊我們可以看到武將的能力 像是武將的戰力 或者是他的一個武力 勢力 魅力 還有統帥等等的喔 那中間這邊還有攻略 跟這個天賦還有陣法喔 那攻略這邊我們可以看到武將的定位喔 像這個關羽的定位就是爆發型的武將喔 另外官方這邊還有一些技能的推薦 套床的推薦 還有寶物的推薦等等的一些介紹喔 非常佛心喔 七種直接幫我們規劃了這隻武將要怎麼培養喔 讓玩家不用煩惱要怎麼培武將喔 有夠溫馨的啦 讚啦 當然我們也可以依照武將的天賦來進行搭配喔 以武將的天賦為核心 然後配合天賦搭配搭的一個技能組 這樣我們的武將才會比較強喔 有一些武將的技能會強化小兵的能力喔 像是關羽的一騎當千 他會強化這個騎兵的攻擊加6 攻兵的兵力加20喔 強化這兩個兵種喔 這樣我們關羽的戰力就會越來越高喔 那技能這邊啊他們都有限制的一個技能數量喔 像武將技這邊他只能選一個 奇兵技可以選三個 我們目前已經選了兩個 可以再選一個 在工兵這邊我是選了三個 那輔助這邊我是還沒選 內政的話我是選了五個 招募武將之後啊也要幫他安排一下技能的一個學習喔 讓武將適合哪一些技能你就把它裝上去喔 那寶物這個系統啊是要玩到遊戲中期才會拿到的東西喔 所以當你有寶物的時候你就把它裝上去裝上去就對了喔 另外下面這個宿命啊就是武將的好朋友啊 像關羽的好朋友有趙雲、張飛、華雄還有炎梁喔 欸等等華雄這炎梁不是被你殺死的嗎 怎麼會是好友呢 啊不管啦 當你招募了這件武將的時候 我們關羽的人力就可以增加喔 待會有一些 宿命能力可以提高喔 如果你有趙雲然後又一起上場的話 就可以增加我們青龍的傷害加30%喔 那如果你有 上飛 就是可以對全財傷害加25% 有華雄的話就是 騎兵對步兵的傷害加20% 有阿良的話就是騎兵兵力加3%喔 所以當我們武將越來越多的時候 這個宿命可以開啟的格子就會越來越多喔 當我們基地蓋好 武將訓練好之後 就可以來爭奪遊戲裡面的資源囉 我們可以在群雄逐鹿這邊 挑戰其他玩家喔 打贏他們就可以拿到毒鹿幣 那這個毒鹿幣可以幹嘛呢 毒鹿幣可以用來買我們的女將碎片 還有技能碎片喔 誰要獲得女將的玩家們 這個群雄逐鹿記得要來打喔 另外我們也可以在這個騎門遣將這邊 挑戰爬樓的快感喔 安排好要上場的武將喔 就可以開始挑戰喔 系統會增據我們的成績 然後發給我們對應的銀幣阿 武將吹片 技能吹片等等的資源喔 另外我們也可以在這個 沙盤岩武挑戰關卡拿資源喔 只要過關就可以拿到武將經驗書 還有小兵生街的材料喔 所以沙盤岩武這個也是每天必打的副本喔 打到底之後就是每天進來刷裝備喔 刷小兵生街的材料 這樣我們的小兵才可以越來越強 將戰力提升到一定程度之後啊 就可以參與國戰喔 打架的層次越多 國家的分紅就可以拿多多 盡自己最大的力量 幫國家盡一份力吧 所以大家要趕快提升武將的戰力喔 這樣我們才可以在戰場上面衝鋒見證 拿資源 拿獎勵 好那最後跟大家提醒一下喔 化商國目前已經正式上線了喔 另外我這邊還有一些 專屬的禮包碼的一領喔 禮包碼我就放在影片的下面喔 有需要的玩家趕快領一下喔 輸入禮包碼就可以拿到很多資源喔 對大家趕快輸入喔 那如果你還沒有下載這個遊戲 下面也有連結喔 你可以從這個連結 下載我們的化商國喔 另外啊大家要記得啊 化商國是以勢力來工程的遊戲喔 希望當今自己的戰力不夠喔 我們大家得一起工程一起拿獎勵 對大家趕快去找你的好鄰居好朋友 來一起玩化商國吧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化商國的遊戲介紹 介紹就到這邊 我是古今我們下次見 大家要記得訂閱喔 掰掰